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大姑要请你吃饭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说那些话 没生气吗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觉得你刚刚超级帅 你放心 大姑的事情我会搞定的 你也放心 我不是这么脆弱的人 我也不会这么轻易被吓跑的 我要抓紧你 拉老地抓住你 我今天过来 也是为了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从出生到现在 这几个字我从来都没有说出来 一直以来我都是用理智和数据来说话 同时说出我喜欢你 还真的有些难为情 但是真的一旦说出来 我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你说得对 情感就是需要表达出来 所以我还有很多需要去改 需要去学 你愿意 你愿意陪着我 继续改 让我去学吗 我愿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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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瓜 又怎么了 我是不是对你说了太多次的谢谢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我看人家电视剧里面 跟男主谈恋爱 都是被各种宠溺各种吼 但我这我就捡了个傻白天 还得教你怎么谈恋爱呢 教会了我 想说成果的不还是你吗 你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行吗 我就当做是自食其力 自己种树 自己摘果 走吧 上温天 我